下列哪些笔和2比3相等 好我们前面学过 只要相等的笔值就能得到相等的笔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找2比3的笔值是多少 那我们知道笔值呢就用前项去除以后项 所以2比3的笔值就会等于三分之二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A选项的地方 3比2的地方 那3比2的笔值又为多少呢 一样用前项去除以后项 就可以得到3比2的笔值会等于二分之三 那因为二分之三并不会等于三分之二 所以我们就说A选项的3比2 不会等于题目给的2比3 所以A选项不是我们这一题要选的答案 我们除了用笔值的方式来找出相等的笔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将笔的前项和后项 同时乘以一个不为0的数 或者是同时除以一个不为0的数 也可以来得到相等的笔 所以我们现在先看到B选项的地方 4比6 那4比6呢 我们如果同时把前项跟后项除以2 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2比3 所以我们就知道B选项的4比6 就会等于2比3 所以B选项是我们要选的选项 再来C选项 0.2比0.3 如果我们这里同时 对前项跟后项乘以10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0.2乘以10比上0.3乘以10就会等于2比3 所以C选项的0.2比0.3也会等于题目给的2比3 所以C选项也是我们要选的答案 再来C选项1比2分之3 1比2分之3的话 我们同时对前项跟后项乘以2 把分母弄不见 所以就会等于2比3 所以C选项的1比2分之3也会跟2比3是相等的 所以C选项也是我们要选的答案 最后1选项2分之1比3分之1 我们现在把前项跟后项同时乘以6 同时乘以6的话 约分约完 我们就可以等于3比2 那从A选项我们知道3比2 并不会等于题目给的2比3 所以E选项并不是我们要选的答案 所以整理来说这5个选项 只有B、C、珠会跟题目给的2比3是相等的 所以最后的答案我们就选B、C、珠这三个选项